金融管理局拨款4200万元 以推动金融领域采用科技 来进行风险管理和监管合规方面的工作 监管局宣布推出新的监管科技资助计划 和加强版的数码加速资助计划 其中监管科技资助计划 接受那些以我国为基地的金融机构申请 计划主要是为了促进金融机构 使用科技进行风险管理和合规职能 金融机构可以为试验阶段的科技解决方案申请资助 资助的上限是7万5千元 如果要发展更大规模的科技项目 资助上限则是30万元 至于在去年4月推出的数码加速资助计划 主要是用来帮助规模较小的金融机构 和金融科技公司采纳数码技术解决方案 截至3月底 金管局已经收到超过1100份申请 由于计划反应热烈 金管局将额外拨款3000万元 到数码加速资助计划 直到今年底为止 这使得计划的总拨款增加到6500万元